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有古装人气偶像胡歌饰演主角梅昌苏 没错 就是海报上穿着大棉脑 系着大微脖子 后面还戴着披风的人 这就是本剧的男主角梅昌苏 要么说是大片呢 你看看人家这开场 一上来就是一场厮杀 你给我一刀 我给你一斧子 宁战死不逃跑 那血喷的 哎呀呀 观众朋友们 你们瞅瞅 然后这将近两分钟的开场 就在这个男人在悬崖边拽着他儿子的手 一边说活下去 一边想要撒手 给他儿子吓得赶紧说不要啊 父亲 父亲 亚妈爹 父亲 他爹一撒手 说滚犊子吧 然后这一分多钟的开场就到此结束了 狼牙榜前期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公斗 不过此公斗非比公斗 并不是甄嬛传那些小丫头骗着争风吃醋 为了跟皇上睡觉不择手段的心 这里面的公斗主要讲的就是太子之间的斗争啊 就是谁赢了 谁就能当下界皇帝 这里面有个著名的典故啊 叫做七步诗 这个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 什么主斗燃斗旗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曹操死了 然后曹植他哥跟曹植抢他爹这个位置 最后曹植他哥胜利了 然后就让那个曹植呢 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 不然就杀他 然后曹植走了七步之后做了一首诗 这首诗这大概意思呢 我来给大家理解一下的啊 就是曹植说哥 我整不过你 你看我都哭了 咱俩都是亲兄弟 杀我何必太着急呢 然后胡歌这个角色前期基本上就是故事主线里打酱油的角色啊 后期辅佐这个明君靖啊 靖王上位当上皇帝 但是最后胡歌一看这小子不行呢 烂泥福布上墙 行事得了 我亲自带兵干账去了 然后就一直在外边干账啊 到此为止 这部剧就算结束了 但是这其中的故事啊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这个郡主啊 就是上了那个狼牙棒的高手啊 而且这个长得还贼漂亮 但是就是一直不肯嫁人你知道吧啊 所以这个皇上就为这个霓皇郡主准备了一场比武招亲 这时候江湖中的各位好汉一听怎么的 皇上比武招亲 那不管见过郡主的啊 没见过郡主的都来了 不为别的 就算那郡主长得谁磕着 那娶了他啊 可就跟皇上套上关系了 党次地位顿时就提高了一大截 所以说这个江湖上的众好汉就都来了 好了 观众朋友们啊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敌荒郡主杯比武招亲大会的第一场啊 由三国名将关羽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啊 大刀哥对爱听双截棍的流行锤好汉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场上的这个流行锤好汉把流行锤甩的呼呼作响 气势逼人啊 此时流行锤好汉准备向前移动 准备把锤子甩向大刀哥 此时大刀哥看到这个场面吓得有些响尿裤子 但是现在腿都转了 根本走不动呢 现在流行锤好汉准备出击了啊 他甩出了流行锤甩了出去 我们看到到底能不能集中大刀哥呢 哎呀 可惜了啊 只听我操一声流行锤好汉一下子把锁链子甩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然后白眼一番被勒死了啊 大刀哥不战而胜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 经过一番比武之后啊 郡主可以和十个优胜者比武 如果赢了郡主啊 便可迎娶过门 皇上本想郡主乃是狼牙棒上有排名的高手啊 这些人肯定打不过郡主 找到合适的就故意输了 但谁料半路杀出了个陈咬金啊 此人名叫白里奇 人高马大 武功高强 发型时尚 满脸红包 皇上和众人对他很不满啊 但是郡主肯定又打不过他 那咋办呢 所以这个苏先生啊 特意调教出三个小孩用玄妙的见证与其对抗 好 那么比赛又开始了啊 三个小孩骑步上前 白里奇一脸无奈 显然并不把这三个小孩放在眼里啊 然后三个小孩摆出了一个猴子捞月的前置造型 白里奇勇士显得有些无奈啊 叹了口气 白白手 示意他们过来啊 这时候中间那个小孩用力一窜 被他蹬到的那个小孩哎呀一声 哎呦我操 然后他变像火箭一样窜了出去啊 白里奇一个下摇躲过了这一击啊 但是后面两个小孩随之杀了出来 白里奇勇士用了一个美人鱼铺上沙滩的动作随之又躲开了 这时候白里奇显得很暴躁 跟孩子们撕打在了一起啊 但是这个孩子们非常的灵活 白里奇奈何不了他们 这时候三个小孩摆起了罗汉阵 并且凝视白里奇勇士 那感觉就好像是在说 操你大爷有种过来啊 暴躁的白里奇果然中计了啊 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一样冲了过去 然后孩子们刷的一下全部散开 并围绕着白里奇开始转圈 然后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出残影 来卧槽 白里奇手足无措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抓到了两个孩子 但是还有一个从后面跳到背后 一击中间砸在了肩头 白里奇摇晃着倒了下去 孩子们胜利了啊 自从有了苏公子 郡主女神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男朋友了 不过经过一番巴拉巴巴巴的讨论之后 原来这个白里奇也是江左萌的人 没尝出是萌主啊 这个白里奇自然得挺萌主的了 卧槽 感觉看这部片子心好累 感情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好了 本期的卧槽大片就到这里 喜欢卧槽大片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或者加入粉丝群 参与节目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节目组为您提供的苹果笔记本各一份